而且Chip在做的事情,這是什麼? 這是言論審查 越這樣走,會越像共產黨 那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向那種共產的社會嘛 新聞硬幫幫聽新聞嘴唇 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便宜版的 習近平在霸凌國中生的事情 我們實際就沒人家大嘛 我們老二沒人家大嘛 還是要認清現實啦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低頭嘛 這也是這陣子在台灣網路上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最近一直在蹭路權議題的台灣網紅Chip 看到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的作品長這樣 就氣撲撲了 首先我要說他畫得非常的好 那他要表達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路人要過馬路的時候 就是不要走得很慢 然後要趕快過 有車子的人 騎機車的人 跟路人 都會彼此尊重 而且這件事情 他在他的作品上面也有說明 但是這個東西 Chip完全就是不能接受 他開始說 台灣是行人地獄 然後繼續講什麼 路人就是要最大 你這樣子表達的東西是不對 然後後面又開始 莫名其妙扯什麼原住民議題 性別議題 女權的議題 但最離譜的是 他在威脅主辦單位 他說如果主辦單位 沒有把這位學生的獎項撤回 他就會跟他沒完沒了 同時他還動用他的百萬的粉絲族群 對學校施壓 對主辦單位施壓 那他還說他沒有霸凌學生 不過你要追回那個比賽的獎項 讓那個學生沒有這個獎項 可能不就是在霸凌他嗎? 你是在霸凌一個國中生 一個36歲的大叔 在霸凌一個根本就是 沒有辦法對抗你的弱勢群體啊 而且你幹嘛在那邊扯什麼 原住民啊 同性戀啊 或什麼女權團體啊 沒有人在跟你講這些議題 我們就是論事好嗎? 你不要每次就是被質疑的一個點 然後你就是用B回答A 這個很像柯文者的做法啦 那重點是 你有沒有在霸凌學生 你有沒有在對主辦單位施壓 有沒 而且這個東西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 你就是在霸凌學生 你對學校施壓 就是在霸凌學生啊 還在那邊講你沒有啊 不要臉欸 而且你去霸凌這個學生的動機是什麼? 真的是為了露權嗎? 你真的是為了露權去霸凌一個學生嗎? 還是你純粹的想要就是 把這個議題拿來增加自己的粉專 跟自己的頻道流量的一個籌碼而已 煽動仇恨跟製造流量的一個工具 而且他看到違反台灣法律抽大馬的好朋友 就第一個跳出來支持他 同時說 對中共就要低頭 我們要低頭嗎? 那我覺得你這個人就是一個 勢力演氣善怕惡的糟糕傢伙啦 就是那種年輕人最看不起的 最惡心的中年人就是長這樣 老外面人家大麻 你在那邊講什麼? 講什麼幹話是不是? 還有那個chip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歡畫畫嗎? 這樣子的行為是不是讓大家覺得 他看到那個國中生的作品 然後可能覺得人家都畫得比他好看 而且他還可以拿一個獎像 chip小時候可沒有這種獎可以拿的 所以他就嫉妒這個國中生啊 那你這樣子也蠻有心的啦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說 當然啊,就是行人權利要最多 在歐洲也是行人是最大的 但是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想法嘛 而且透過藝術的方式 是最不應該守任何的限制的一個手段 的一個方法 你想要表達什麼 你用藝術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棒 那路人跟駕駛之間要不要彼此尊重? 當然是要嘛 那有些人走路會不會比較慢 也是會走路比較慢 他就是在反映這個問題嘛 並不代表他透過他的作品說 台灣要修改法律 或台灣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對路人事宜啊 就是並沒有這件事情 他就是代表他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不接受 你可以不喜歡 那你做一個作品啊 你就反駁嘛 然後可以跟他辯論啊 可以跟他討論這些議題嘛 而且你在罵這個學生之前 你可以在想他的學校 到底為什麼會讓他有這種的想法 那就去質疑學校啊 不是質疑那個學生啊 而且chip在做的事情 這是什麼? 這是言論審查 越這樣走會越像共產黨 那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向那種 共產的那種社會嘛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要低頭嗎? 不過chip他每次被批評說他被抄家 然後每次說別人是在出征他 然後只有他的想法是對的 他就是便宜版的習近平嘛 而且每次看到有人對他提出質疑 他就是玻璃心碎滿低了 滿可憐的啦 可憐啊 那既然這是一個美術作品 那我們就用藝術的角度來看 西方有個藝術派叫做 現實主義派 realism 那realism他要做的是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要呈現出現在社會上的問題 我們看這個作品 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現實主義派的一個作品 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激烈的重突 就是駕駛跟路人 另外我們也看到路人走路走得慢 同時他的這個作品還引起了網路上的某些便宜版的網紅 在那邊氣樸樸 這也是現實主義中應該要達成的效果 畫出來的真相讓你氣樸樸 也得到很多人的贊同 當然這個作品也重新把台灣的 在路權相關的議題上拿到檯面上了 我覺得以藝術的角度來分析喔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很棒的作品 很多那種大人的畫家跟藝術家 都還不一定能做出來這種東西呢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這位國中生怎麼寫 他關於自己的作品的想法 這幅漫畫是因為近日新聞提到 台灣是行人地獄 所以立法保護行人安全行走的權利 但我認為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要彼此尊重 所以行人通過馬路也要快速通過 不能如皇帝般霸道行走 那他拿到獎品之後就說了什麼呢? 而且謝謝我的指導老師 在這段時間細心指導我 是我可以在比賽中獲得佳績 也要謝謝我的家人 一直肯定我的作品 我將會快樂地創作下去 這個發言非常的成熟 也讓大家知道 就是這位國中生他非常的懂事 比Chip便宜版的習近平還要懂事 Chip你這個行為真的是太丟臉了 36歲的中年大叔還霸凌國中生 還不承認 可憐啊 另外這個作品也讓大家看到 一個號稱百萬的知識型的YouTuber的嘴臉是什麼 實際上他只是一個姿勢型YouTuber而已 另外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怎麼看這個作品 請在留言處留言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的話按讚訂閱跟留言 現在的話在這裡的影片下面 會Patreon跟因緣科技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下次見 再會喔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要低頭嗎? 好嗎?